林特绝对是门星玩家必恋的辅助角色 参战绩极数跑图 大招稳定嘲讽巨怪 天赋还能提高全队攻击 最关键是还能佩戴四分套减看增伤 但是有万叶和温迪的就别深度培养了 哼辞不了五星角色的 各位带友晚上好 欢迎观看五集的林尼特全面实战培养攻略 圣物方面充能杀必带 以保证林特大招的充能循环 而杀和冠的位置就无所谓了 有条件的就带风山杯与暴击罐 攻击杯也凑合 不过前提是凑齐了四分套 毕竟林尼特的定位还是大世界跑图与巨怪辅助 因此前期可以无脑堆充能效率 把学士与流浪者二剑套戴上 将充能怼到百分之两百左右 至于技能加点方面 不点也是可以的 直接四十级加技能一一加四分套 加充能杀加充能武器光速毕业 有条件道友可以将技能点到166 但是吴吉觉得有点奢侈了 并且武器的选择就像前面说的一样 随便带个充能武器就行 比如三星神器飞天玉剑 不过有暴击罐的道友 首选还是西分剑 武器的具体选择优先级请看图片 是不是非常简单易懂 所以道友你还不快给红武级来个大大的点赞 这时候可能会有道友问 林特怎么玩最爽 那当然是暗子战技跑图 以及随便开大嘲讽巨怪增山全队啦 而在配队方面 万叶温迪能带的队伍林特也都能带 比如神里涌动林林香斑等顶级这龙 不过他的作愿就是带四分套 开大嘲讽巨怪减看增伤 任何推荐林特当主C玩的绝对是营销号 千万别信 六命当无极没说 不过也不强就是了 另外你知道林特为什么是分系当首件角色吗 因为他是分担人 而门性玩家直接林特加巴巴拉加虾林加快乐水主 除了林特需要开大之外 其他角色只需要放战技就可以横推大世界了 并且具备了分担解谜大世界跑图等能力 绝对是刚刚入坑原神玩家的首选择龙 总而言之 林林特技能不愿生 圣野屋带四分套与充能杀 武器带副词条是充能的 解锁天赋1 加充能效率堆到200%以上就可以单场毕业了 非常好养活 并且对于没有万叶温迪的玩家来说 林特练了也不会亏 因为这两位限定五星能进的队伍 林特也能进 不过无极不太建议深度培养林林特 毕竟分析角色的重点从来不是技能等级 而是角色等级与元素精通 最主要的还是四分套 你完全明白了吗